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大衛 終於在雙食節之前 把我的小小的雨遮 給建好了 那這次我是用PVC管 加一個架子 讓我草莓 今年可以不用再淋 不然每一年淋雨 好不容易草莓長得很多 然後很開心 然後就碰到一陣大雨 然後所有的草莓果實就全部爛掉 搞得心情很不好 今年 我終於痛定決心 痛下決心 用PVC管 架了一個架子 那很簡單,我就是用一吋的管 然後再接一個T字型的管 然後切到這一邊 再向下 這邊做了一根柱子 然後這邊再做 第二根的立柱 是這樣子走過去的 這樣子走過去的 然後在下面 再立柱 那為了不破壞地板 所以我都是直接找大的盆栽 我直接把PVC管插在大盆栽裡面 當然還是有一些輔助的 像這一根 跟這一根的PVC管 我是直接架在我的木箱上面 然後它的最前面 因為我前面有一個小小的 小小的 壓管的架子 所以把PVC管 綁在壓管的架子上 那所以其實就用了一二三 四五六支支架 然後中間 把它橫跨過去 然後架一堆PVC管 這樣子 就把棚子做完了 然後再放上遮餘的那個 布 遮餘的布 我是使用四米乘以四米的架子 然後建立一個小小的空間 像下雨的時候 我就可以在裡面玩了 快樂的玩耍 不用再這麼辛苦 下雨只能躲在樓下心態 那這些苗是我去年度下的苗 度下的苗 現在繁殖的有點太多 超乎我想像的多 那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買土的錢其實已經爆表預算了 已經花了900塊錢買了沃松一號 接下來 接下來真的沒有空間了 還好多小苗沒有入口 其實有點頭晃 其實也才差不多三十幾顆而已 三幾顆要達到草莓自由可能還不夠 聽說要到八十幾顆 可是我的空間大概就只能這樣子 除非我地上也放 好那我 今年的草莓的狀況 大概就是這樣子 等到開始開花結果的時候 我再做一個紀錄 開心了 我可以在下雨的時候 來照顧我的草莓 像其實 比較好控制我的苗的品質 還有果的品質 不然每次都是被下雨搞得亂七八糟 下雨之後 爛果 爛葉 細菌感染 一堆奇奇怪怪有的問題 那現在在遮雨棚之下 很多東西我可以自己控制 好謝謝各位的觀賞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對你有幫助 麻煩幫我點讚訂閱加轉發 謝謝各位囉